星星学院 来星星学院 发现更好的自己 大家好 我是悠悠 今天我们来继续聊一聊 关于上升星座 如何看你性格的问题 首先呢 有请我们的Stella老师 你好 你好 悠悠好 大家好 我是Stella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这个上升狮子座的性格吧 当然狮子座呢 是非常慷慨 豪爽 然后热情 然后很喜欢在众人面前表现 表现自己的才华 表现自己的爽朗 然后各种朋友变天下 有这种王者的气度 但是他这种王者气度 往往容易得罪别人 然后上升狮子的特别的特点呢 就是他特别是自信 然后呢 有一点霸道 虽然声音洪亮 但是有一点以气势压人的这种感觉 而且他总是需要别人尊重 需要掌声 所以他的这种上升狮子的性格呢 是不允许自己是平庸的 所以他随时都想要表现自己 表达自己啊 就是在人群当中都会凸显出来 然后有很有戏剧化的一个表达 或者是有一些很夸张的手势啊 需要别人看到他 就是看到你看到你这样的 他就会很开心 而且他想要出人头地啊 就是比如之前我们说过特朗普 他非常喜欢领导别人 然后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啊 这种潜在的帝王气质 也是和上升狮子也是非常的吻合的 我觉得上升狮子座的人 总是喜欢别人围绕着他 然后一旦被忽略就会格外的低落 尤其是内心 其实是非常的玻璃 没有他们外表那么坚强的 其实我觉得如今在当今的社会 这点特别容易被坏人利用 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他觉得你喜欢听好听的话 然后你喜欢被恭维 那你身上或者是有金钱 或者是你的某个特能 正好被他所用 那他就一直去恭维你 而且狮子座的人 上升狮子座的人又非常的善良 他就很吃这一套 所以狮子座常常会觉得自己遇人不输 自己总是被陷害 有各种酒肉朋友的 对 但其实你一定要学习一下水瓶座 用一种超然 然后用物外的眼光看待世界 并不一定非得让自己处在宇宙中心 时时刻刻都在表演 所以我觉得狮子座的朋友 你非常的善良 然后尤其是你的玻璃心 有时候想一想 是不是你给了别人骗你 和那些你所谓的小人 围绕在你身边的机会 让人家一眼就看透了 你想要什么 我觉得这个是上升狮子 比他太阳在狮子还明显 然后说完上升狮子 我们来聊一下上升妇女座吧 上升处女呢 是比较斯文 然后安静 给人会觉得说 安静静 轻柔的一种印象 然后呢 上升处女呢 也是会处事非常的细腻 然后对在学习啊 工作也是非常认真 然后待人处事呢 也有自己的原则 而且呢 上升处女不会太固执啊 她非常体贴 然后会照顾人 然后而且她不像那个太阳星座 太阳处女那样这么苛刻 这么计较啊 但是上升处女的人 其实还是会有一点去追求完美啊 但是她也会非常的谦虚 然后这样的一个特色 其实也是非常的好的 所以上升处女的人呢 她不会闲着 然后呢 她总是会乐于服务 然后呢 她会跟大家一起互动 在群体当中呢 都是属于服务者 或者是一个总结者 这样的一个角色 我觉得上升处女座的人 她其实比太阳处女座的人 更有洁癖 尤其是你到他们家里的时候 你会发现 非常的干净 然后你都不敢下脚 其实有时候你会去到 金牛座或者巨蟹座人的家里 你会觉得很放松 我可以坐在沙发上 我可以吃零食 但是你到上升处女座的人家 你肯定不敢 你就是觉得 得遵守她的规则 对 反而这个就会让你给别人 有一些压力 从而产生距离感 但其实上升是处女座的人 都是非常就是纯洁又单纯的人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要是想交更多的朋友 还是要给大家展现一下 你自己温暖的一面 然后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这个上升天秤座的朋友 她的性格一般是什么样的呢 上升天秤呢 经常会追求一种 非常和平和谐的感觉 他们非常善于沟通 善于交谈 这是他们最大的优点 那最大的缺点呢 就是往往会由误不绝 上升天秤座 非常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 或者是把自己的想法 加到别人身上 所以呢 需要注意这一点啊 就是她的选择焦虑症 而且上升天秤的女生呢 经常会希望她的伴侣啊 时时刻刻陪着她 就是非常黏她的伴侣 或者非常黏她的朋友 这样的 但是上升天秤呢 同时也是非常的有亲和力 然后她也会主动的跟人亲近 当然就是会 把她扔到一个陌生的场合 或者扔到一个party上 她会跟人自由的交往 就自来熟啊 什么的 也会非常的 在社交方面 是非常的有天赋的 我觉得上升天秤座的人啊 她特别害怕孤单的感觉 所以就像Styla说 她会经常去这种社交的场合 对 有一句话叫 相识满天下 知心有几人呢 其实有的时候 你对大家都好 反而你没有一个知心的朋友 你这样 你一直游游郁郁的下去 你会让别人觉得 你是一个没有原则 然后没有主见的人 人家也不会想 跟你去做朋友 其实有的时候 坚定的支持一个人 这个是真正的友谊 对 我觉得天秤可以学习一下 就是她的罪功 白仰座 我喜欢你 就是喜欢你 有自己主见 我支持你 就是支持你 没错 有自己的主见 这个才是你对朋友 真正的公平 而不是说 在中间一直 当老好人 谁也不得罪 一直打圆场 最后可能大家都会 不喜欢你 让你失去这个朋友 所以天秤座 你不要问自己 为什么 就尤其是上升 身边有这么多人 对你是塑料姐妹花 那你想你和他们交往的时候 你除了维持和谐和面子之外 你有没有像白羊座那样 勇敢地去表达过 你自己的观点 朋友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呢 然后说完这个上升天正座 我们来聊一下 这个上升天蝎座的性格 一般是怎么样的呢 上升天蝎呢 它其实是精力会比较旺盛 然后它也是占有欲会非常强 它想要每天做很多事情 每天过得非常的充实 所以如果天蝎座失去了目标 它也会很难去认真地 投入自己的精力 然后他们的这种 当然也有人说 天蝎座是非常记仇的 它会一旦认定了自己 谁是自己的仇人的话 它不顾一切地去复仇 所以它的目标很重要 所以其实上升天蝎座 是非常会抓住自己的目标 然后呢 它有的时候呢 也是会把自己的情绪 放在心底 然后看起来是没有表情 或者表面上还好 但其实它已经怒火中烧了 就这种感觉 所以如果说你跟天蝎座对视的话呢 你会感觉到 它其实内心当中压了很多东西 然后会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压力在里面 上升天蝎座也会有人说 它很性感啊 或者很有魅力啊 上升天蝎很有异性缘啊 这也是有可能的 因为它其实也是非常怎么说 这个是自然的一个吸引 然后它虽然也是自我保护意识很强 一直想要保护自己 一直想要掩藏自己 这样反而让人觉得 很神秘很有特点 所以其实跟上升天蝎座真的能够交往 深入的交往 你是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 经过天蝎座的考验 看你是不是真心的 看你会不会背叛它 它才能真的敞开自己 你要说这里上升天蝎 真的是一个危机感非常重的星座 但是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 无论是上升还是太阳天蝎的人的 因为他们的世界非黑即白 我觉得这点特别符合 就是一针见血 看得很清楚的处女座 她知道什么是好的 什么是不好的 其实有些星座它为难别人 但天蝎座是为难自己 而方便了身边的朋友 其实这点我反正是挺能发现的 所以我是觉得天蝎座有的时候 不要活得那么累 因为欲望是永远不可能填满的 你如果总是这样不停轴的转 会非常的累 然后适当的放下眼前的感受 学习一下金牛座这种 慢慢的脚步 做个美食 偶尔享受一下生活 我觉得对上升天蝎和天蝎座的朋友 还是非常好的 如果大家还想看到什么 想了解自己和他人的话题 都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留言 或者你也给我们讲一讲 你的上升星座是什么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 就录制到这里了 各位亲爱的网友再见吧 拜拜 拜拜 拜拜